好,那麼您進到這個OneNote,OneNote這個官人學習平台,我們資料已經放在上面,所以您可以選擇用這個標準的註冊 好,你可以用email信箱註冊,也可以選擇用這個社群帳號都可以,但是不太建議用Facebook Facebook有時候因為你那個隱私權的設定的部分,有時候可能會登不進去,所以社群帳號就用Google、Windows、Yahoo 那如果你用email註冊也可以,但是email註冊的話,它會寄封證證信給你,好,這是標準的方法 那麼您如果覺得,我只是用一下,反正也不確定裡面有什麼東西,對不對 你可以先用反客代碼也可以,這樣按下去之後呢,會取得一個八位數代碼 你只要把這個代碼,把這個代碼記下來,那下次呢,就在它下面這邊重新輸入就好了 那麼你有加入過的群組,你有就是那個,閱讀紀錄,你做的筆記通通都會在裡面,這樣OK嗎? 可以啦齁,不太習慣看到老師在螢幕上齁 好,那麼您進來之後呢,請到發現這裡,發現這邊,預設你進來是在課程 那你只要在發現這個地方,所看到都是公開的,都是公開的,那麼我們的資料在群組 群組比較像班級的概念,所以我的資料主要是在群組這邊,那你進來之後,我已經公開在上面了 第一個,第一個有沒有,所以你回去再加也可以,就是再加入也可以,那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,請不要在這裡等待,請你自己按加入 你只差臨門一腳而已,就按加入就可以了,這樣你就可以進來看到我們的所有資料 所有的資料,那麼這些資料呢,除了剛開始你看到的這些,我已經把它貼進來的以外 我們在上面這邊,你可以再看一下,上面這裡,還有一個叫任務 任務,真正主要資料都放在這邊,那你就可以從這邊點進去,點進去做所有教材的閱讀,這樣OK嗎? 那我們今天呢,上課原則上都會做錄影,所以錄影完之後我會先放這裡 如果影片還可以的話,我會放到Youtube,不可以就留在那邊就好了,就留在這裡,這樣有沒有問題?沒有吧,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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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